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了 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心里话 但是大家对蒂尔并不太了解 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 这本书并不像在中国那么畅销 因为它说的道理大家并不是很认可 但是对彼得蒂尔这个人大家却不陌生 因为他不仅是PayPal的创始CEO 还是大名鼎鼎的埃隆马斯克的第一任老板 加上他特立独行 坚决支持特朗普 就变得家喻户晓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呢 因为从零到一这个观点 触动了中国人热捧创新的那根神经 第二讲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创新 一种是从无到有 也就是从零到一 另外一种就是从少到多 也就是从一到N 硅谷人是第一种 中国人是第二种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真实的情况却是 硅谷很少有从零到一的发明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中的超链接 这是我在硅谷来信的第56封来信 标题是硅谷没有发明什么 里面介绍了很多被外界误以为是 硅谷完成的从零到一的发明 但其实硅谷完成的是他们从一到N的过程 今天我们就以青霉素发明的全过程 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从零到一 为什么从零到一通常都不足以导致重大的发明 以及要想取得超过常人的成就 我们应该怎么做 青霉素以及随后各种抗生素对人类的意义 就不用多说了 它们不仅让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5岁 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类对疾病的恐惧 在抗生素被发明和使用之前 人们得了病就会想到死 在这之后人们得了病以后 就相信医生肯定能治好自己 这就是抗生素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意义 如果现在我问你 是谁发现了青霉素呢 大部分人都会说是英国的医生弗兰明 那如果我再问 他是怎么发现青霉素的呢 大部分人会说那是一个偶然的发现 有一次弗兰明发现 他培养细菌的培养皿里面长了酶 这个酶菌周围的细菌似乎是被杀死了 然后他就用显微镜观察 并且证实了这一点 从此他就发现了青霉素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呢 因为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就是这么讲的 当然教科书在最后还要教育大家 灵机移动的发明或者发现 需要有准备的头脑 然后我们大部分人就喝下这碗鸡汤了 接下来两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首先是谁给了弗兰明有准备的头脑 或者说他是受了谁的启发呢 这一点教科书里面没有写 事实上弗兰明的想法来自于 德国著名的医生科赫 科赫被誉为细菌学之父 他认定感染的病源是细菌 要治疗感染引起的疾病 就要寻找能够从根本上将细菌杀死的药物 因此如果我们认定 完成从零到一发现的人是弗兰明 科赫要是还活着的话 他是可以去争辩 说弗兰明是受了我的理论启发的 当然有人会争辩 科赫没有发现青梅可以杀死细菌这件事情 因此是不算数的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 其实弗兰明也不是第一个发现 青梅可以杀死细菌这个现象的人 早在中国唐朝的时候 裁缝们就知道 如果划破了手 把长了绿毛的浆糊涂在伤口上 就能够帮助伤口愈合 这其实就是绿毛上的青梅素 起到了杀菌的作用 只不过唐大的裁缝们 不懂得科赫那一大堆的理论 他们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 因此这种土办法也没有得到推广 更关键的是 光靠绿毛上面的那点霉菌 其实也治不了大的伤病 因为按照我们上一讲 对药品的定义 那种能够杀菌的天然物 根本算不上药 因此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在讲 寻找第一个发明人 常常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根本找不清 永远能够往前追溯 在人类的技术发展史上 有无数的从零到一的发明 但是绝大部分走不完到N的过程 因此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最后就被大家给遗忘了 不仅唐朝裁缝 没有发明青梅素这种药 实际上弗兰明也没有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弗兰明 没有完成从零到N的全过程 利用我们前面讲过的 发明的预先要求这个工具 很容易就能分析出其中的原因了 首先弗兰明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他是一个著名的医生 但是他不懂化学 也不懂得制药学 因此他没有办法搞清楚 青梅素的有效成分 也就没有办法从带有 青梅菌的果汁当中提炼出药物 此外还有两个客观原因 第一 当时药物提纯的水平是很差的 弗兰明培养的青梅菌 每一生培养液 只能产生两个单位的青梅素 按照今天门诊肌肉注射青梅素 一天60万到80万单位的用量估算 这需要把一个25米的 短道游泳池的水 都灌到一个人的体内 此外因为浓度太低 用青梅素做实验的时候 时零时不零 这是今天科学研究的大计 第二个客观原因 也是很关键的 就是弗兰明没有经费支持 因此弗兰明在发现 青梅素以后的十年里 尽管他还在研究青梅素 但是没有什么进展 那么青梅素到底是怎么 从天然物变成药物 真正实现了从零到N的 全过程的呢 一个叫弗洛里的牛津大学教授 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8年 就在弗兰明打算放弃 对青梅素的研究的时候 澳大利亚药物学家弗洛里 和他的同事生物学家钱恩 注意到了弗兰明的那篇论文 于是从弗兰明那里 要来了霉菌的母猪 开始研究青梅素 和弗兰明不同的是 弗洛里精通药理 更重要的是 它有非凡的组织才能 而且它手下 还有一批能干的科学家 除了钱恩以外 还有后来对抗生素 做出巨大贡献的 亚伯拉罕和希特利 是他们联合美国的科学家 把青梅素从天然物变成了药 他们前后解决了八大难题 第一 钱恩和亚伯拉罕 首先从青梅菌中 分离和浓缩出了 它的有效成分 青梅素 第二 为了得到足够的青梅素 做实验 弗洛里以超低薪水 雇用了很多当地的女孩 把牛津大学里面 能够找到的各种 瓶瓶罐罐都用上了 培养青梅素 大家说 他把牛津大学 都变成了梅菌工厂了 第三 希特利研制出一种 青梅素的水溶液 并且调制了药液的酸碱度 这才使得青梅素 能够用于动物和人体 第四 1940年的夏天 弗洛里和钱恩 用了50只 被细菌感染的小白鼠 完成了药物的对比实验 25只注射了 青梅素的小白鼠都活了 25只没有注射的都死了 这就证明了 青梅素的药效 并且显示出了 它的毒性不大 但是这种常规方法 获得的青梅素很少 甚至不够救治 一个细菌感染的病人 于是弗洛里开始寻求工业界 也就是药厂的帮助 他先联系了英国的药厂 但是所有的力量合在一起 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于是弗洛里和希特利 去美国寻求帮助 钱恩和亚伯拉罕 留在英国继续搞研究 这次合作的经费 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的 弗洛里等人和美国人一到 又解决了剩下的四个难题 第五个难题 改进培养液 用玉米浆代替原来的 蔗糖液做培养液 可以将产量提高20倍 第六个难题 寻找新的菌种 世界上的霉菌有很多种 有的容易产生青霉素 有的根本就没有 为了寻找新的菌种 希特利将实验室的人 都派出去了 结果一位叫 玛丽亨特的实验人员 在水果摊上 找到了一种长了毛的哈密瓜 发现上面的黄绿色霉菌 已经长到了深层 于是就把它带了回来 弗洛里检查了哈密瓜上的绿毛 发现这是能够提炼青霉素的 黄绿霉菌 采用了新的菌种 再加上后来的射线照射处理 使得青霉素的产量 又提高了1000倍 今天人们通常讲 在发明青霉素的过程中 有两次偶然的运气 第一次就是凡来明那次 第二次就是这个 玛丽带回绿毛哈密瓜 第七个难题 让青霉素从实验室到量产 能够从实验室得到青霉素 不等于工厂里面 能够批量生产出来 这件事情需要很多制药公司 共同努力 这个时候 弗洛里的组织才能 再一次显现出来 长话短说 最终它克服了很多困难 说服了默克 辉瑞 施桂宝和里莱 这四家著名制药公司 共同研制和生产青霉素 第八个难题 实现青霉素大规模的量产 即便在工厂能生产青霉素以后 产量依然很少 于是美国几十家药厂 上千名工程师通力合作 使得青霉素的浓度 又增长了近百倍 这才使得工厂 能够大量生产这种药品 青霉素项目在美国 是在二战期间 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第二重要的项目 得到了从政府到企业界巨大的支持 到了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每一位盟军伤员都能使用上青霉素 由于有了青霉素 英军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参战的人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当 但是死亡人数下降了很多 至此青霉素的研制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依然没有结束 二战时留在英国的亚伯拉罕 在1943年发现了青霉素中的有效成分 青霉丸 这就让药用的青霉素 可以保留有效成分 而滤除掉各种可能有害的 没有用的杂志 1945年 英国著名的女科学家多罗西霍奇金 通过X射线演射 得到了青霉丸的分子结构 并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使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恩 得以在1957年成功的合成了青霉素 从此生产青霉素 就不需要再培养霉菌了 同年 弗洛里 钱恩 还有弗莱明 因为青霉素相关的工作 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讲完青霉素发明的整个过程 有头脑的弗莱明从0到1偶然的发现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第一 发明是从0到N的全过程 从0到1固然了不起 但是能够走到N的才是英雄 这就如同在马拉松比赛的起点挤满了人 但是到终点的却寥寥无几一样 第二 我们再次看到药物和含有药物成分的天然物 是不一样的 这也算是一个科普 以后大家不要总是觉得纯天然的就是好的 第三 调动资源的能力对重大发明至关重要 这讲邀请你思考的是 请你用能量或者信息作为工具 分析一下第三个要点 下一讲我会以发明为案例 带你了解信息时代的三大理论基础 看看和机械时代的思维方法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下一讲再见 再次我们下期见 解决 解决